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大观战,观战一把炎熙的邦邦 最近看他胜率很高,84%点几,S5的邦邦,这不得过来观摩学习一下吗,对不对 上来的话,第一个点遇到武女,这套阵容的话,武女调香勘探加先知四个牵制位 这个阵容就是一波倒了,后面可能就没了 就是他只有一条命,这条命玩得起来玩,玩不起来,调师倒是可以救过人,调师倒是可以救过人 武女先知代飞轮,调师这边是薄命,绕过来的话抓调香,那穷者嘎嘣了呀 抓调香是我觉得这把穷者真的不太好打了,你勘探员来救我,我估计勘探员不太会带薄命吧 这边勘探员好像还真有可能是,传送落地,找这边的勘探员 勘探员有可能是个飞轮吧我觉得,这里位置上面压,连炸 这个阵容不太好去打邦邦呢,就是你第一牵制呢,你只能拖一拖,牵制不动 然后,这边丢个炸弹,先封,他这边是没有丢遥控雷啊,因为觉得可能这遥控雷不一定丢得重 两个五秒雷,再补,好的,有了吗,差一点点,看来这块磁铁,遥控雷爆,好舒服 带掉了先知这边的密码机,那这边还能尝试炸一大只先知 把你鸟逼出来,飞轮逼了也可以,还要追吗,没必要了,我觉得这边人挖上就可以了 后面就看,他这边这只鸟,如果逼出来的话,鸟逼救人都很麻烦 现在的话呢,有鸟有香水还行,鸟逼可以救一波人 救一波人,看待员也没有二六的机会,所以穷者只能是考虑下一波卖掉这个 就这波通过博命,把这个看待员拉到一个不该老名码机的地方 然后下一波就卖掉了,就不要了,然后就死命的休,死命的六 看看能不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宝屏,我觉得就这样子了 这个局穷者是不可能赢的,讲道理是不可能赢的,对吧 这怎么赢啊,香水这边回来,无伤救人,鸟都没给 看待员,一刀取消擦刀,那还行嘛,看待员这边赶紧走到这个地图的死角 呃,调势这边的运码机的话,应该是可以修掉的 这边的话炸弹没丢到,他应该是丢一个炸弹稍微压一压 连着炸一炸嘛也行,但调势手里有香水 其实不是特别怕你,不是特别怕你 拉的不够远,香水的机子这边 差差不多,人挂上应该也补掉了 人挂上也补掉了,先知这边的话去补自己的遗产 最后一台机这边再点,好像这个机子 怎么感觉有点够够的意思呀 先知的机子补掉,香水这边回身一刀打 好,那这边过去捞人,捞完人以后给上一只鸟 遥控雷有没有,鸟直接给他们救人 怕这边,但是遥控雷没有,怕这边是出现一些问题 哇塞,帅呀,一颗炸弹双倒 你别说这一波如果说这颗炸弹没有中 他手里面当时是没有炸弹的 那么这边看待人一翻 这边机子点掉,真有可能四人开门战 现在的话有一个人倒地要救人 武女这边机子压好了 先知这边的话跟着吸 但是这个是一刀倒地的先知 哇,这颗炸弹真的就老命了 不是这个炸弹,我感觉真的 穷者有可能真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有传送 先追这边的调香师 一刀震慑好的 门的话因为在压击碎门还没有点人挂上以后 先排一边的耳鸣 然后再考虑传送,有机会能多抓 一只穿云剑 直接炸了两个人 丢雷,干扰密码机 就干扰一手 他这个时候只要首飞这个调香师就可以了 首飞调香师就可以了 往回,但他其实没有看到先知的 先知这个位置 能走,武女压过来 平局了,平局了,平局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把的话其实打得非常非常的极限 两边都很极限了 就胜负一瞬间 最终的话这边是没有能排到这个先知的位置 他应该没有看到这个先知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伯母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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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